擅長美食新古典 現代簡約 都會時尚等風格 就讓于國倫設計師帶我們進入今天的幸福大事業 我們今天要看這個房子 它改造前跟改造後的落差真的非常的大 先來問一下于設計師 這房子原來的狀況是什麼樣子 這個房子呢 它原本是一個七年的社區型的別墅 那它主要的裝潢是以一個三毛組的元素 比較舊式對不對 對 比較舊的裝潢 對 OK 好 那這個改造 我們先看我們現在所在這個位置 大家可以看到其實它原來 原來上一任屋主它的風水 不要講風水 整個風格設計上有很大的問題 位置 對 怎麼說 因為它原本的上一個屋主 它把它的空間改的就是說 它的後門在推到最後面 然後它把廁所卡在這個樓梯口 這個兩個空間的中間 對 所以它的一個上下的出口 就會變得很狹隘 其實可以看這張照片很清楚對不對 這出口跟現在比真的是差太多 它只有這樣而已 對… 那原來廁所的位置大概是在 這個位置… 真的是卡在房子中間 這個走道大概只有剩下 80 90公分而已 所以其實走起來 是沒有那麼舒服的對不對 然後所以它這個地方的空間 現在也跟我們來看一下前後的對比 它把它打開之後呢 它就變得其實它的這個寬敞的路口 而且更明亮喔 我們在這個空間的風格呢 我們是以白色作為一個基底 那我們以美式風格裡面的 現板的元素 然後用簡約的方式去表現它 那我們試圖以我們這個世代 去重新的去詮釋這個 古典的風格的樣貌 這樣是說來是美式風格 我們用現代手法來呈現囉 首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所佔的位置呢 是一樓的客廳 余設計師 這個整個社區型的別處 它大概有多大的坪數 它單層的面積是25平 然後這個部分屬於客廳 然後它有一個降板的區域呢 那裡我們規劃一個琴房 男主人的私廳室 然後加乘的部分是餐廳 跟廚房區域 那二樓跟三樓呢 是臥房的空間 所以它這樣子的空間配置 其實滿有意思的 因為我們比較少看到 像這樣子一進來是客廳 然後往上半層跟下半層發展 然後再往上才是 他們比較私人的領域 好 那這個空間當中 一進客廳裡面 你就可以強烈的感覺到 它其實美式的風格 你現代用的是 給我們那種畫龍點睛 還滿強烈的直覺暗示 就是電視主牆的部分 在這個電視主牆的部分呢 我們是用白色的基底 然後加上線板 線板我們加上了一個 防骨銀的烤漆 對 然後呢 我們在這個主牆的部分呢 我們用了一個線板 結合了一個磨邊鏡框的一個方式 做了一個試框 然後中間呢 我們是用大面的 銀弧的食材去處理 對 然後它在試框裡面 我們加了一個間接照明的一個效果 就讓這個電視主牆 旁邊是有那種緊中緊的感覺 是 OK 然後我們在中間呢 我們又放了一個裝飾的鏡子 對 那這個鏡子呢 主要是可以空間的反射 然後也可以反射那個水晶燈的這個效果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電視主牆喔 我覺得滿難得見到 就是你讓它的牆面的食材 跟它試輕貴 幾乎都是連成一體的 對 我們在這個電視的檯面上呢 我們做一個騰空的感覺 這是一個比較現代的手法 那它的檯面呢 也延續了主牆的 平弧的食材 然後在抽屜的面呢 我們就延續了這個鏡框的方式呢 做了一個磨邊的一個抽屜面 然後增加了它的一個華麗感 OK 其實各位可以看到這個 其實它一樓的客廳空間 已經挑高了 不過我覺得你在電視主牆上 讓它的線條又更往上拉 是 所以空間感會更好對不對 沒錯 這個別墅有一個很吸引人的地方 就是它有一個面積非常大的落地窗 其實整個採光 也是靠正面窗光源可以進來 在這個窗框的部分呢 我們也一樣也是用一個 大型的一個線板 去做一個美式的一個 窗框的一個表現 所以這個美式線板的元素 是其實今天設計的一個精神詛咒 是 接著觀眾朋友 從我身後應該也可以看到 這個沙發背牆的設計呢 也像電視主牆一樣 它讓這個空間 它已經夠高了 可是感覺又更高挑 對 在這個沙發背牆的部分呢 我們同樣把線板 做了一個綁骨影的處理 跟電視主牆的綁骨影相互互一 那在中間的部分呢 我們是用了宮廷花的 珠光白的壁紙 我們主要是想要表現一個 白色的層次的感覺 對 其實它有的時候 採光進來的角度不同的時候 它的壁紙的花紋 也會有不一樣的呈現 對 而且 緊接著我們來看到 這客廳地平的做法 真的是我見過 少數這種非常用心 而且做得非常精緻的一種方式 對 它這個地板的規格是比較特殊 它是120公分乘以60公分的 仿銀弧的一個拋光磚 對 比較特別就是說 我們用同樣是銀色的金屬磚 然後去做水刀切割的處理 然後在地平做了一個 試框的這樣的一個效果 好精緻 對 然後你看在這個地方呢 我們會跟著這個樓梯的低探 做了一個圓弧形的 雷射水刀切割的方式 去符合了這個低探的這個效果 那我們主要是希望是說 把這個地平的質感去提高 那其實這種貼法呢 尺寸要鑽得非常精準 其實已經像在貼大理石了 所以你把貼地磚 是用貼大理石那種精細的工法來做了 對不對 看得出來 因為這金屬磚 尤其是弧形的地方 要切得這麼漂亮 這麼合 其實是很費工的 沒錯 所以可以看到你 你算一個細心的設計師耶 很細膩小地方的部分 應該的 應該的 好 那剛才各位觀眾朋友 記不記得我們有看過照片 就是原來這個裝潢的時候 它的這個樓梯做起來的感覺 我覺得滿冷調的 而且沒有什麼設計的美感 那不過你現在在這個樓梯上 也花了很多的工夫喔 對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樓梯 它是一個手工打造的一個 鍛造樓梯 對 師傅是一個一個的鐵去打造 對 它像做藝術品 你在做這個樓梯對不對 然後它的扶手的部分 比較特別的就是說 我們在噴漆的時候 加上了一些金粉 所以它在側光的時候 會有一點點的閃光的這種效果 對 主要是要加強這個樓梯 扶手的這個華麗感 也對 因為其實樓梯 你要避也避不掉 那我們就不如把它當一個 藝術品來設計 在視覺上看起來是舒服的 沒錯 現在我所在的位置呢 就是從客廳往下走 這下半層的設計 我剛看一下之前的圖 真的差太多了喔 對 我們原本呢 它的廁所是在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啊 對 那廁所它有採光 但是變成是 它原本的這個空間 就完全沒有採光 對 走道又窄 是 對 那我們把廁所移到後面 後方就是客用衛浴了 然後呢 我們把後面 回覆到原來的位置 對 那在這個空間呢 我們就 同時規劃了一個琴房 還有男主人的一個 專業的試停室 我先講一下 經過你這樣子規劃 這個地方真的變得又寬敞 採光又明亮 對 走起來是非常舒服的動線 對 OK 這一間是琴房 是 OK 琴房的設計光門片上 也滿細膩的 對 它是用線板的框的元素 嗯 加上了一個噴沙玻璃的效果 嗯 那讓空間有一個延伸 跟穿透的感覺 嗯 OK 其實你這樣子做 我覺得這個窗戶的採光 也可以進來了對不對 對 好 余設計師 這真的是一間 很專業的試聽影響室耶 我很少看到這麼專業的耶 它在當初規劃的時候呢 它的尺寸呢 長寬的尺寸呢 就是以一個專業的 試聽室的尺寸 去規劃 所以這個房間的大小 都還有尺寸的 對 對 然後它的天花板的部分呢 我們是用日本進口的 一個吸音的板 然後它的背牆的部分呢 你看它是一個內檻的喇叭 那後面呢 我們特地的又棄了一道磚牆 為什麼 那主要就是要讓那個 聲音出來的那個 支線的那個厚度 效果會更好對不對 對 那這個試聽室當中 那邊那個空間是什麼地方 那個空間是它儲藏的一個儲藏室 對 因為它們有很多的箱子 它們必須要做一個保存的動作 你對收納的觀念還滿不一樣的 我們覺得收納必須要 以區域去做一個生活 可能說你在這個空間的收藏 就必須要在這個空間去處理掉 那廁所的東西就在廁所 廚房在廚房 臥室在臥室 那我們覺得要以人方便去做 存取的一種方式 這是我們對收納的一個想法 這樣的想法真的很棒 第一個你也不會忘記 東西擺在哪裡 第二個你不必浪費無謂的動線 把東西拉拉拉拉拉到很遠的儲藏 是要用再走過去再拿過來 沒錯 現在我們來上到的是二樓的空間 它是一個餐廳跟廚房區 我想先分享我站這邊的感覺 我從這邊往下看 更覺得這個房子的高挑跟大氣 而且你選了水晶燈 既然現在會變成我吃飯的時候 一個很棒的視覺焦點 對 沒錯 在餐廳的這個部分 我們延續了客廳的整個的風格 但是我們加了一些 香檳精的東西進去 有耶 這個部分 對 這個區塊顏色 我們又稍微加了一點 金的感覺進去 希望是說讓家人在這裡用餐 是一個非常專屬的一個空間 對 然後是一個精緻的感覺 所以金色系不管是燈 或者是你這個崩布的部分 色系就稍微有多一點點 不一樣的感覺了 沒錯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到 這個廚房應該很多觀眾朋友 女性觀眾朋友看來會喜歡 簡潔明亮 廚房的選購 廚具的選購方面 我們講求的就是說 以使用者他好照顧 好清理的方式 所以我們就選擇了這樣 現代的廚具 可是烏煮應該不常開火對不對 沒有 因為我們喜歡規劃另外一個區域 就是熱炒區 對 因為我只有看到這邊 只有看到電磁爐 我並沒有看到有什麼抽油鹽漆 跟瓦斯爐 好 熱炒區在那裡 在後方喔 對 所以這樣也OK 難怪你沒有在這個餐廳跟廚房中間 再做一個所謂的隔間 那讓空間是做一個延伸的這種感覺 那空間也會放大 好 其實進到主臥室 我才深深體會到你的所謂美式風格 用現代的手法來呈現 其實它是一個很舒服 而且很適合人居住的空間 對 在這個主牆的部分 我們延續了客廳的一個 線板加磨邊鏡的這種效果 然後它中間的部分 我們延續了餐廳的繃布 菱形格繃布的效果 那這樣的一個背景 可以讓訂製家具 對 整體的搭配 做更加分的一個效果 所以其實我的訂製家具 只要擺上去之後 它整個那個 你想要營造的氛圍就出來了 對 像很少看到梳妝台的 大部分都是做木座丁寺的 可是你這個 應該也是訂製活動的家具對不對 沒錯 這個也是所謂的訂製家具 那我們希望是以一個活動 像一個藝術品的一個方式 去擺放上去 接著我們在主臥室 你可以再一次看到 就是與設計師 對於區域收納這個概念 又發揮得更靈離靜致了 在這個地方 我們規劃了一個 這樣的一個精品櫃 那主要的目的呢 是要讓女主人平常的一些包包啊 化妝品啊 有一個收納跟一個挑選的一個位置 而且你看這樣的一個櫃子 它設計得非常的細膩 所以它在這個主臥房裡面呢 它對空間也是一個加分 也是一個像藝術品一樣的呈現 沒錯 接著我們來到的是主臥衛浴空間 它的動線規劃也很棒喔 它就是一個門進來之後 它是跟更衣室做串連的 對 這邊的空間 男主人共用耶 對 嗯哼 我們在這個洗面台的部分呢 我們打造一個霜水茶 嗯 對 然後我們做一個油畫框的一個鏡框 嗯 然後在鏡子的部分 我們也把它分成兩塊 然後我們在鏡子 中間的部分呢 我們裝了一盞水晶燈 嗯 其實我覺得你真的做得很細膩 你鏡子分兩塊 然後中間掛著水晶燈 你連這樣子的鏡面的分割線 都還幫它做了倒角 對 另外在這個主臥衛浴當中 其實你有一個地方很貼心 可是那是用看看 現在我們已經看不到了 但是你一定要講 因為我覺得要分享給觀眾朋友 我們身後這個氣磚的一個浴缸 我們一般呢 消費者會在家裡 做一個氣磚的浴缸 但是忽略了一個 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說 我們在氣磚的浴缸 完成的時候 我們要加一個浴缸膜 FRP的鋼體 先把它安裝好 表面再做一個貼磚 那我們一樣選擇了金屬磚 為什麼要這樣做 因為呢 這麼大的鋼 我們家裡的水管 大概只有六分管 那它的水流 流到最後接滿的時候 在冬天的時候 那個水已經冷掉了 哦 OK 所以孕婦磨的功用 是保持我的那個水度 對 它主要是一個保溫的效果 哦 很貼心耶 因為我們又不是溫泉友 源源不絕 又不用錢的水流來 因為溫泉它的管子 都是1英寸的管子 所以它的水流速度 是比較快的 OK 對 那我們住宅的大樓 整個系統大概只有六分 對 那個速度差很多 所以這個是你貼心 跟幫物主設想周到的地方 雲設計師 我現在在看這個空間 然後跟你剛剛所設計的 這個空間 其實我覺得你真的滿棒的耶 就是雲文雲霧也可以很浪漫 很小女生 你也可以塑造那種很美式 然後華麗的感覺 對 這個空間 它是一個雙胞胎的姐妹 難怪粉紅色 對 他們的房間 主牆的部分 我們是用粉紅色的樹色的主牆 然後剩下的部分 我們用蝴蝶圖案的一個壁紙 去表現它 主牆的部分 我們加了一個雕花線板 噴漆的效果 真的很漂亮耶 對 做出一個像一個小公主的床頭 你知道嗎 這樣子的設計 真的可以看出你 真的很有那個Sense 因為簡潔 但是它的味道馬上就出來了 對 然後在空間的規劃 我們一區為它的一個閱讀 跟它寫作業的地方 那一區我們就是一個睡覺的區域 睡眠區 對 所以它在平常日常的一些 做功課 書籍 都可以在這個區域去做一個手納 對 OK 我覺得看完今天的這個房子 真的原來美式的風格 用現代的手法 可以用這樣子的表情呈現 真的滿驚人的 不過我們很想問一下 你設計房子 做用你自己的一個 中心思想跟原則嗎 我們認為說美式的風格 用現代的方式去表現它 我們覺得這樣子的一個 設計的空間 它可以去襯托家具 我們覺得家具是活的 你可能三兩年 你可以換掉它 對 我們覺得說 這樣的一個家具的擺飾 跟收藏 和人在裡面的活動 我們覺得這樣的一個空間 是比較人性化一點 今天很謝謝余設計師 讓我們看到這麼精采的案子 然後也把你的 對空間的概念分享給我們 真的是受益良多 謝謝你囉 謝謝 謝謝 常常在樓梯的轉角 特別像現在這個地方 主臥室一出來 這片白牆上 我到底該做什麼裝飾呢 其實像這個樣子 掛一面很有造型的鏡子 它除了本身是一個 很漂亮的藝術品之外 你出賣也可以在這裡 整理服裝儀容囉